很多經濟上很多的家庭可以說瞬間非常的無助 那我希望各位委員能夠看怎麼樣來處理會比較比較圓滿 那為什麼北部沒有藍部有 那個植物權權限到底在哪裡 把什麼病都把它劃進去災害的時候 剛才大家都好 大家坐在裡面 我是講神講實話的人 你這樣說燈隔熱怎麼夏天有冬天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的產生 其實這是衛福部自己要去解決的事情 要去克服的事情 把一個病全部當作災害的話 台灣到處都是災害 結果我跟你講這個法院只要到哪個地方都要要求 政府要去補償跟賠償 大家仔細聲聲講的這些問題在 這個我先換我講一下 這個 蟲子 南部 北部有什麼樣 蟲子 南部有很多人 蟲子 南部有很多人 阿北部有很多人 比較少 因為天氣比較冷 那那個 但是這個陳昌明委員 他在講這個事情大概是 凸顯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個像 嗯 輻射災害 第三條也有講到說 輻射災害管理計劃是 行政院原能會 那我們 本來就有一個法令體系叫做 核子事故 這個緊急應變法 所以這兩個法到底它是怎麼進而交 所以那個法已經有規定它的應變體系阿 阿這個相關的指揮 阿計畫作業都有啦 那你現在在災防法裡頭 你又把 輻射災害略在災防法裡頭 那這個法令的進而 如何處理阿 阿所以陳昌明委員 講的意思大概也是這樣 那你 這個 你在衛服部裡頭的這個 傳染病防治法都有相關的規定阿 那你現在又在這裡又再列一個 那到底這個 意義為何 那假如不做這樣的一個修正 對整個防災體系的完整性跟建構 到底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要請內政部說明阿 那個剛才衛服部有說明 現在到今天為止 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並沒有把這個部分放進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可能陳昌明委員 比較少去南部 我還是要幫南部講幾句話 因為我們大概搭高鐵到台中以後 我們就開始脫外套 然後一路脫到高雄去 然後從高雄要上台中就開始 沒有有時候穿兩件 有時候穿兩件 包括那個毛衣 包括毛衣 我來到台北都一定要再穿毛衣 還有唯衣金還要穿 像我今天早上有碰到那個陳廷輝委員 我說陳廷輝委員 你該怎麼請和補 他告訴我 他說 他昨天晚上來的時候 因為昨天晚上高雄還很好 台南也很好 結果 來到台北就乾 一個人 所以他把衛生衣穿在裡面 我是把毛衣穿在 你這樣要修改交通運輸工具的設備規則 不是不是 不是設備規則 應該做的工作 其實本來就是我們國家應該做的 可是 北部跟南部 真的氣候真的差很多 所以南部有熱帶醫學的防治中心 北部就比較不重這一塊 所以我想也沒有晃 本席都沒有意見 那我只是把 當年這個李弘元部長